很多東西日新月異 你其實新的東西一定就貴 一般民眾大部分的沒有能力 動不動就去支付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像俊宏哥提的 就是說你一定要不斷的去看 你的那一個保單的一個更新 因為舉例來說 在1940 50年代 你在美國的FDA是禁止 禁止減重手術的 因為你當初 每胎三個死一個 但是後來隨著麻醉 醫療技術的進步 微創手術的進步 現在變成這個是美國 鼓勵你在做 可是如果你買的保單 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保單的時候 他裡面沒有減重手術 這一個選項 就像他剛才列的碩的表裡面 完全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即便你繳了很多年 到時候要理賠是會有問題 是沒罵理賠 因為根本找不出相似的一個東西 所以要不斷更新 一個40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BMI到48 其實世界衛生組織 BMI到於40 就是所謂病態性陪胖 所謂的病態性陪胖 大家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他不是只是因為 他好吃懶做不運動 因為他要突破那個界線 突破天際 他一定要有一個 生病的一個狀況 那以前我們都會說 你就是胖 你就運動飲食 什麼內科藥物 可是你想要真的到這種 一百五十公斤 一百六十公斤 你要他怎麼去做這些事情 他要回到正常人 要回到八十公斤 他要怎麼去減七十 你講的是一般正常人的 他是生病的 對 所以這種病態性陪胖 你就一定要手術介入 好 那他也剛好 就是台灣的健保 現在也符合給付 他還是會有部分的一個 自費的一個耗材 大概十萬出頭這樣子 可是隨著日新月異 肚子裡面 你有任何的一個傷口的地方 只要你有一些擦傷什麼的地方 你都可以去覆蓋一個 像這個有生長因子 加膠原蛋白 還有其他一些 複合物的一個保護膜 來保護住 讓他生長得很快 然後 減少出血 減少發炎 疏後疼痛感也降低 感染機會也降低 防沾連的嗎 他最後一個作用才是防沾連 他最主要是 你所有割到的地方 他可以很快的去修復 縮短他修復的期限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很貴 單單這一片就三萬六千塊 你看像紫綁 而且吸水會變薄 那要貼幾片 那對 重點來了 其實一般來講 大部分的民眾 一片三萬六千塊 就已經很可怕 我貼一兩片 就已經很受不了 好 這個病人 剛才講的這四十多歲的 這個病人病案四十八 他說沒關係 我有保險 我什麼都要 我要用到最好的 我什麼都要用到最好 那我們咕一咕 他大概就要用到十到十二片 貼十幾萬塊 對 你看 如果你認真的 你認真什麼東西都要 那這個病人也就很 他什麼都要用 那真的就用了 用了之後 其實你看 他這樣子一個體型 其實他開完兩天就出院了 肚子只有四個原子筆 小東西很快排氣 然後喝水什麼都很快 問題就是說 他後來就回來 就是要申請保險的時候 其實保險也有很多 有的真的就是條文名列 白紙黑字沒話講 但是有時候也會遇到保險業務員 他當初有問我說 這個 這個所謂的生物的 一個貼片的這個東西 或生物的這個填充物的東西 到底有什麼好處 那我們就跟他有解釋就是說 怎麼樣去減低局部的發言 怎麼樣去促進癒合這些東西 那讓他寫的東西 可是他有在診斷書上面 把這些機轉把他寫出來 他有保險業務員說 你要用這個東西 你要寫清楚他的理由 那我們本來又把他寫說 促進術後恢復就這樣 他說不行 你要寫他怎麼樣的 一些什麼生物機轉 怎麼讓他非得用 這個東西不可 但是後來盧很久 我說沒關係 我可以把整本病例給你拷貝 他要什麼都可以什麼 但是你要我寫這個 像寫教科書寫這個機轉 我沒辦法寫出這種診斷書 但是我能夠寫出事實 就是說這個可以促進你的 一個術後恢復 這個病人後來我所知道 他還是有陸續在我門診回診 那其實他 我剛才說他一百四十多公斤 其實他術後 大概差不多一年 就瘦到剩下七十幾公斤 人生是很OK 那但是就是說 他後來我所知道的 我所詢問到 他最後保險是沒有幫他 付到五六十萬這邊 他最後還是致付了 大概十萬塊左右 那也就是沒有原額 也賠很多了 對 對 但是他其實還是 都會頗有為恥 那回到原點就是說 真的該買的醫療保險 是真的要買 但是要一直去更新他 當然我聽你講說 沒問題 沒問題 這一定會有問題 你應該要先問你的保險員 有沒有問題 你再跟他講有沒有問題 不是自己印象中 我已經保了 對不對 好 跟瓜哥誠信一下 我現在不是第一線的 這個從業人員 所以有人要找我買保險 我都會介紹我周遭 比較好的一些業務朋友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 接下來要講的話 其實是站在所謂的 消費者的角度 要跟各位講一些 比較可能之前 沒聽過的一些事 因為為什麼說 十字十負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剛剛我們講 十字十負 它其實是有個額度的上限 譬如說通常一般是 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 其實真的不夠 像剛剛聽到那個貼片 就完全就砸廢 砸廢的項目就不夠用 所以實際上我們一般 會是做幾件事情 譬如說現在很多貼片 一些材料的部分 如果是在這個醫院 就可以開的話 我們會請 就是盡可能請醫生 就是可以寫在醫主 去寫說 這個是因為必要的一些 什麼原因 就是一些形容這些狀況 其實某種程度保險公司 也是可以按照這個去認列 因為它是必要的一些材料 跟雜費 就是不是應該是要寫在診斷書 那這應該會解決掉 這個案例的一些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通常有另外一個 食物的狀況 為什麼我們會建議 因為現在保險公司 真的很多家 保險每個商品條款 開放條件不一樣 那我們之前有一些例子就是說 那為什麼這家賠 你不賠 就譬如說A公司賠 你這家不賠 所以你如果有雙十資的話 你再申請理賠 如果它的理賠的條件 給你的條件不同 你就可以去爭取說 那為什麼我在A家賠 B家就不賠 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去跟這個保險公司 去做爭取 所以這件事情 是食物上面 我們在理賠上面 可以參考的一些 為什麼說碰到好的保險 真的差很多 有的保險 它會很細讀 各項保險 每一家的保險 它能言之有誤 有的只是 就是因為靠交情來說 這個保險不錯 你就是買 當你反問問他問題 他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對 很多這樣子 對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 他就是叫你買 就幫我搞關起來 我要做業績 這樣也有 這麼多家保險公司 百家競爭 好的應該是顧客 對 因為你競爭 一定可以挑到最好的 好像又不是這樣的 很難挑對不對 對 而且像剛剛講到說 瓜哥的年代 就是60年代 賣的是壽險 像我那個年代 到民國80幾年 其實我就開始 其實有癌症險的概念了 但是我發現 我買的都是所謂的那種 終身型的醫療險 那給付的都是那種日額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住院一天 他就付我多少錢 我做了手術 他就付我多少錢 結果一看來發現不對 他們現在這些醫生 每個人都在做微創 這個在做腹腔劑 那個在做達文西 根本住不了幾天醫院 是啊 突然我就發現這個 所以要與時俱進 你知道嗎 我講一個 其實有時候真的有沒有保險 會影響醫療行為 之前有個醫生就跟我說 他遇到的是 他們是泌尿科 那泌尿科 他們現在遇到攝護腺癌 是可以用達文西去做 結果那時候 醫生就要跟他解釋說 不同的手術 那差別在哪裡 你的尿失禁的比例 可能因為素式不一樣有差別 術後那個勃起功能 就是因為神經這個相關的影響 也會因為素式不同而有差別 可能你用到腹腔劑 他要幾% 那用到這個達文西 可能他相對這些 病發症的機率比較少 這個時候 他說對面這個 就會問到說 那這個價錢呢 那價錢一天就說 要用到達文西 因為當時也都完全沒幾副 可能就要二十幾 甚至如果跟這些住院什麼 加一加就不得了 所以這個時候 陪著患者來的那個女兒就說 不用了 不用了 我爸爸這個年紀的 這個性功能 沒有 他就 我爸爸都在年紀 沒差啦 沒差 結果父親就一點為難 你知道嗎 很好 你怎麼知道沒差 對 爸爸當場心理應該是這樣OS 就不好意思直接說對不對 告別出去之後 爸爸在外面 自己在外面 跟醫生說 有差 我跟妳說 我外面刺得更多 對 有差 那個錢我自己付 你懂嗎 就是說有時候真的 因為你這種醫療有沒有保險 有沒有費用 真的會影響他的差 你就會知道 我什麼到這種年齡 還努力賺錢 是不是 是不是 對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那我自己這種傳統型的保險 對於現在這種新式醫療 越來越多真的不夠 所以我就有聽從 我們郭老師的這個建議 就要買 十支十付 後來發現 十支十付 好像也不夠 因為現在有時候一住院下來 如果老實說 如果有些人像癌症 癌症一診斷 你開始要住院要治療 要手術加一加 如果你用什麼腹腔鏡 或是用什麼打溫器 加一加 可能一跳 就幾十萬起跳 根本妳的十支十付 買兩張或三張 我這個人又討厭麻煩 後來我就想 還有一招 直接針對妳要的手術 可以追加 我以前買的 就是一般的住院的 後來我就覺得 應該要買十支十付 可是十支十付 它有一定的給付額度 後來乾脆想 你就可以針對 你覺得可能會用到的 就直接加碼買 我覺得這樣是最方便的 如果以後又比這個 還要更先進 那我不就白買了 你可以再買 說明以後還有更神奇的手術 保險是保險的 不是要用到的 對啊 有更神奇的手術出來 它可能就有 因為就是保險要與時俱進 對於我們外科 或者是做手術的醫師來講 我們都希望 病人的恢復越來越快 那傷口最好越來越美觀 然後手術越來越安全 那但是我們大家也知道 其實手術的部分 它就存在一定的風險 再分兩類 微創的手術跟開腹的手術 我們再做肚子 或骨盆腔的手術這樣 那微創的部分又分成 腹腔鏡的手術 跟達文西的手術 它們大概會有幾個差別 那如果說我們在做 傳統開腹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用自己 外科醫師的兩隻手 在做手術 所以手當然是非常的靈活 而且我們用自己的眼睛看 看得很準 所以幾乎任何的手術 都可以進行 但是對病患來講 當然它的 術後沾黏的風險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的傷口大 然後器官 曝露到空氣的時間久 沾黏的風險相對來講稍高一點 那再來就是術後的恢復會很慢 以我們腹癌 在做腹癌的手術來講的話 一般如果是做開腹的手術 大概住院都是一個禮拜起跳 因為那個傷口是從骨盆腔 一直延伸到肚臍上面 這樣子的一個很大的傷口 那如果是做微創手術的話 我們做健保有給付的腹腔鏡來講 那我們拿的一個器械 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就像拿一根長長的筷子 這樣子在做事情 所以它沒有像我們手這麼靈巧 可以彎曲的角度 那如果是以腹癌的手術來講的話 在某些角度就會變得非常的危險 可能會傷到神經血管的部分 所以對病患來講的話 手術本身在執行的時候 會變得比較困難活動受限 那對病人來講 它的一個術後有一些併發症的風險 就會比較高 那它一樣它的恢復會很快 但是這種術中的風險 你就得跟病人解釋 那當然如果最好的話 就是像剛剛蘇星傑有講到的 這種達文西機械手臂的手術 那機械手臂的部分 它就跟剛剛我們看到這個鉗子不一樣 它前面有一個手腕 那這個手腕就是模擬我們人的手腕 而且它可以轉到270度 左右各270度 總共540度這樣子的一個轉向 那另外跟腹腔鏡不一樣的是 它可以用3D的視野 雖然現在也有3D的腹腔鏡 那達文西本來就有3D的視野 那另外它也有一個螢光染色 我們可以去追蹤淋巴結的部分 所以在腹癌的手術的話 它其實有額外的好處 所以如果是能夠提供病人 更好的醫療選項的時候 我們都會給病人做選擇 那大家也會就是會建議 各位民眾的話 要看自己有沒有這樣子 醫療的保險的部分 可以做一個幫忙 那這個就是要受勤 剛剛有家保 這個才可能會保險公司 如果是時之時負 就得看自己保得夠 其實我們常常就 以我的經驗 我碰到性婚的夫婦 有時候生小孩第一樣 我覺得小孩子輸在 不要輸在起保險 就應該要先幫他保險 真的 不是一直強迫他去學什麼特會才藝 我覺得保險越小保越好 因此真的可以多留意相當資訊 如果真的不確定的話 我剛剛講的 你要去找一個很好的保險 但如果任何醫療行為 你就問清楚 如果沒有要先加保看什麼東西 才能將醫療費用 真正的花在刀口上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